觀眾朋友大家好 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5月17號 星期五為您播出的 新台灣加油 我是許貴雅 今天立法院大亂鬥 藍白黨團 他們為了包括什麼樣法案 有國會擴權法案 還有傅昆奇所提的 乾坑法案要闖關三毒 爆發了激烈的衝突 那最詳細的 我先幫他們歸類 先有男女主角講 要頒給誰呢 分別是徐曉星跟黃國昌 徐曉星不僅全身上上下下 他有護肘有護膝 等等的一些裝備 包包裡面卡出來 其實是一個綠色的布條 其實就是明亮的黨旗 他一直要把他弄成 像是長繩狀要幹嘛呢 他居然是試圖要套在 委員王美惠的脖子上面 所以徐曉星現在是把立法院 當成是格鬥場嗎 除此之外 徐曉星他還幫 藍營的立委羅廷偉 他一直想要幫他 代案表絕氣 那又是弄了一些違禁品 又是要代案表絕氣 徐曉星他現在是 試異常的規則與無誤嗎 明天5月18號 四叉貓要號叉網友到 徐曉星的家附近 去打卡朝聖 其實我們真的是語重心腸 昨天苦林大哥在節目上 就提醒說 心粉巧心粉可能會去現場鬧場 然後再把這責任 就推給四叉貓 有心粉是在貓貓的臉書留言 去嗆一下說會去現場 可能會有什麼動作 不曉得貓貓做好了應變措施了嗎 再來是立法院最詳細的男主角 是黃國昌 黃國昌用他的詩吼說 白可以攻心黑的 黑可以攻心白的 等一下我們來還原 再來雖然說今天是第三天的 但是余將軍被中國國台辦 懲戒的榮譽勳章 我們今天還是要讓他發表 得獎感言 被封為土房哥對不對 土房哥 甘母得利 昨天李正浩說 接到警政署來電說要派人保護他 讓他真的嚇到了 事情不定了 不是他想的那麼簡單 那我們等一下來請教 余將軍的狀況又是如何 先來介紹今天的來賓 首先歡迎的是 桃園市議員余北辰余將軍 貴啊好 大家好 還有時事平原周偉航 大家好 接著歡迎民進黨台北市議員簡書培 貴啊好 大家好 周所編來介紹 貴啊好 大家好 知識媒體王詩琦 大家好 還有網紅四叉貓 大家好 還要歡迎國民黨台北市議員 鍾小平 大家好 好 我先請教晃哥 因為我剛剛不是說頒獎嗎 你的獎是另外一個獎項 你將軍的獎項是另外一個 但是今天在立法院 你可以看到很多 好幾個立委非常出風頭 那我們先聚焦在許曉欣的身上 許曉欣一早先看到他做什麼動作 有早期是會發出聲響的 一個是那個長笛 對 直笛 那另外一個 這個其實我不是很知道 它是什麼樂器 Anyway 反正就是會發出聲音 那種有人講說它是一種氣笛 對 它應該有點像我們看棒球加油的那種 加油氣笛 對 只是我們一般棒球會很大 是因為我們接的是高壓壓縮空氣 那它是用嘴巴吹 用吹的 對 而且因為我覺得空間感不一樣 因為看棒球就是鬧鬧鬧的 你在立場裡面弄這個東西要幹嘛 然後他就自己解釋說 樂器是看棒球的加油氣笛 如果說民黨委員認為這個是噪音的話 那就是在侮辱所有要看棒球的民眾 哈囉 你這個不管你帶去坐空車 坐捷運聽音樂會 你都會被空出去好不好 沒錯 對不對 徐曉欣又在強制奪理 就像我們在廚房做菜的時候 我們一定會用菜刀對不對 但是如果你520就職員 你把菜刀帶去總統府前面 你覺得會發生什麼事 我既然帶槍我這樣上飛機也會麻煩 對 然後維安特勤的人 就會把你抓起來 然後你就說你不要侮辱廚師 如果你講得通的話 我隨便你 就是說這個連小學生都知道的常識 什麼場合可以用什麼東西 這不是很正常嗎 徐曉欣今天或搬為 有人搬她為最佳女主角 但是我覺得她就是一個 不入流的小太妹 因為通常真的道上有Gaz的兄弟 不會來因的 徐曉欣今天完全是來因的 不只是全身跟忍者龜一樣 裝滿了硬兵器 她還拿 這個東西在立法院是不應該出現的 這個是民進黨黨旗 綠色的 他把它捲成一個長條狀 要勒住王美會的脖子 其實這非常危險 軍事術語叫絞殺蛇 這真的嚴重會死人 因為在那種推擠的情況之下 你如果勒到脖子了 萬一有一個人跌倒 或是旁邊的人跌倒 把你扯下來 那你整個氣管 因為今天的狀況沒有發生比較嚴重的情形 因為巧欣身高有距離 然後他要試圖要靠的時候 他一直在跳 弄不起來 他一直在跳 對 那如果真的被他勒到脖子的話 這個有可能會造成悲劇 所以我覺得 許曉晴今天這個行為 應該送紀律委員會 就立法院推擠 衝突我們常見 但是不容許出現兵器 這個已經叫兵器了 所以我覺得這應該送 而且他很故意 他拿民進黨的黨旗 他就是很故意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應該 考慮要送紀律委員會 這種行為是不應該被允許的 那今天的許曉晴 可以說是搶戰的版面 你看我們有看到一個片段 他還跟旁邊的人在介紹 他全身的裝備等等 那我覺得立法委員 你就說怕有推擠衝突的時候 你要有保護自己的裝備 我覺得也無可厚非 但是剛剛有需要很嚴重 然後再加上今天他在現場 製造了非常多的噪音 那所以今天有一個新的成語 叫做美鳳吹消 那就是許曉晴 今天在立法院的表現 我知道你們在想什麼 我是很震驚的在講這件事情 正好朋友不要偷笑 你可以說吹笛 那我的臉很文天祥 文天祥 對 好 所以我覺得就是說你 許曉晴可能我覺得 我真的很建議他 應該去找人好好聊一聊 就是說他好像有一種 靜逃 就是說只要一天媒體或網路 不討論他也敢扣 我不曉得這在專業上 應該叫做什麼 但是我覺得這種情況 其實對許曉晴來講 也不是一件好事 對國民黨來講 也不是一件好事 更何況今天整個場面 他還去偷按羅庭偉的表決器 被抓到的那是沒有成功那一次 前面一次已經成功了 就是我們有看到畫面上 對 就是有人講 許曉晴你不要偷按表決 那是第二次 那是已經後來了 對 那是沒有成功 因為羅庭偉都不在位子上 對 那怎麼會有人按呢 誰按的 在附近的就只有一個人 因為羅庭偉他一直在主席台上 對 他一直在忙著歧視別人的年齡 所以我覺得許曉晴 今天的行為是已經完全失序 真的可以考慮把他送紀律委員會 但是當然我想藍白因為過半 他們大概也不會同意 但是這樣的行為 其實今天立法院有這樣的表現 我雖然是知道當時在選後有這種結果 我就想說立法院大概要亂半年 但是沒想到今天有夠離譜 今天真的離譜了 就是說他這個衝突是 我們過去幾年來很少數看到的 非常嚴重的衝突 而且大家有沒有覺得很奇怪 過去八年是民進黨過半 國民黨是少數黨 所以他用比較激烈的肢體抗爭 我們可以理解 現在你國民黨是多數黨 你還在激烈 你還在做肢體抗爭 請問你們是在抗爭什麼 今天先衝進去包圍主席台 是國民黨的立法委員 當然國民黨會講 我要阻止民進黨去包圍 那請問過去為什麼民進黨 過去八年民進黨從來不會去包圍主席台 那就是因為你們國民黨 今天我用一個比喻 就是說他有點像那個地震 我們知道地震是因為能量累積太多 他找一個縫隙去釋放他的能量 國民黨就是因為過去八年 累積能量太多 所以他現在找機會再釋放他的能量 問題是你這個能量釋放出來 會不會震傷你自己 這是國民黨自己要好好去考慮跟評估的 因為我看他今天的表現 大概讓很多人會覺得 非常的難過跟傷心 就是說你身為一個多數黨 可是今天國民黨立法委員 我請問國民黨立法委員 今天因為他們假動 所以國民黨立委不能來 你們知不知道你們提案的內容 不知道 他們真的不知道 可能除了提案的人之外 其他委員根本不知道 今天提案的內容是什麼 他們只知道說我要舉手表決 反正已經站在 把韓國瑜踩在腳底下的復婚旗 只要舉起旗子來 或者是哨子一吹 然後就會有人 就衝上去了 然後接著就舉手表決 如果一個立法委員 一個民意代表 你連你要贊成或是反對的法案內容 都不知道的話 請問你這樣對得起你的選民嗎 還是你們覺得說 你們的選民完全不在乎這些事情 反正選我出來就是要給民進黨難看 我只要給民進黨難看 我就達到我的目的 如果這是國民黨的目的 我覺得也沒有關係 你們就坦白講 大家直來直往 也不需要這樣子 所以我覺得今天對韓國瑜來講 今天是一個非常關鍵的日子 你要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還是錯誤的一邊 如果你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 在今天所有被國民黨列為優先法案 都沒有經過討論的情況之下 如果你要讓他強行表決 韓國瑜你就是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 你站在歷史正確一邊 就是讓這個案子 回去再重新協商 甚至回到委員會再重新討論 最後逼不得宇要表決再表決 你不能說所有的法案 委員會不討論抽出來禁服二毒 然後協商都不協商 直接表決 昨天只協商高鐵 環島高鐵的第五條 連韓國瑜都講說 環島高鐵協商五個半小時 韓國瑜拜託說蓋好後 我早已經到西方極樂世界報到 韓國瑜講真心話 實際 實際 對不對 這種案子你真的要讓他 真的韓國瑜院長 今天的歷史定位 你的歷史定位就看今天了 因為他有幾個層次 除了今天的場面的部分 其實我們要深究的是說 他這個內容 為什麼法案如果這麼好的話 你怎麼會不會討論 你就是那種一兩分鐘 然後就要進服二讀 就要三讀通過 有這種道理 那這個等一下我們再來聊 我們就場面的部分 我們進一步還要來看 那你說大家 大家應該是吵架組對不對 可是今天沒有 許曉鑫他就是變成了是一個 肢體動作組 那將軍的部分我請教 他已經穿成這樣 就是他認為我這個 該頂出去的時候 我膝蓋 因為好幾個委員都是因為跌倒或怎麼樣 膝蓋受傷 他該保護的都保護了 然後我們可以看 有一個場景很誇張 就是民進黨委員陳婷菲 陳婷菲他就是按照議事的規則 他要去簽發言 簽名 然後輪到他發言這個過程 許曉鑫拉他的衣領 這樣然後就變成 就摔倒在地 所以他才有膝蓋受傷的一個狀況 你現在除了剛剛晃哥給我們看的 從包包裡面拿出一個民進黨黨旗 試圖要套在人家的脖子上 所以他做了很多的東西 行為 都是為了要造成衝突 而且是要對你有最害 身體上會有傷害性的行為 我在想 國防部要不要徵召許曉鑫入武當女兵 這種方式 這是他的心願 身高不夠 應該要當海人 身高不夠 有一種叫做矮虎兵 專門是在地道裡面 專地道的那種 對在地道裡面 就是我們在城鎮遊擊站的時候 專門走地道他不見光的 這種人完全符合這種兵 這種特種的兵 完全符合許曉鑫的用法 戰術用法 第一個 不見光 第二個 手法絕不光明磊落 因為跟阿共打仗 跟共產黨打仗 跟敵人打仗 當然不用光明磊落 然後第三個 神出鬼沒 第四個 全身保護好好的 那許曉鑫你有勇氣嗎 你這麼有勇敢 全身做了全副武裝 帶著黨旗當成絞殺絞殺神 然後手上拿著這個笛子 在笛子在立法院裡面吹 我還第一次看到 我第一次看到 這個笛子 我曾經有一段時間 為了笛子 我有一段時間腦神經衰弱 就是我們家樓上 住了兩個小朋友 一直在練習 難得放假回家 中午想說休息一下 他中午一放學回來 從12點半就開始 一路吹到下午3點半 剛好午睡時間過了 後來我實在是 大人吹還小孩吹 小孩小孩小孩 因為那個鼻子 你如果吹得不夠飽和 就是破音 破音就是一種噪音 殺雞的感覺 對 那為了求得鄰居的和睦 我就上學說不好意思 你可不可以晚點再吹 我說我實在是腦神經衰弱 他說其實我們也很衰弱 孩子說隔天老師要驗收 所以他就一直嗶 嗶 那叫噪音 那不叫美麗的旋律 這個笛子吹得好了 真的很棒 笛子吹的差異就叫噪音 徐小新在立法院吹的國旗歌 不是要吹國歌嗎 為什麼吹國旗歌 他好像也有吹國歌 兩個都有 我試圖要辨識 我聽了大概30秒 我竟然聽不出來 他到底吹的是什麼 如果國歌吹得不好 對國家不敬 如果吹國旗歌 對習近平很尊敬 因為習近平在奧運 也只准我們吹國旗歌 那你國歌吹得不好 對國家是一種侮辱 那你在這裡 在這樣的場合裡面吹 是在侮辱國家嗎 是在羞辱國家嗎 這國民黨不要給黨紀處分一下 那你說沒有 我拿的是汽笛 這個汽笛是進入棒球場 加油都要用的 你們不只有拿汽笛 就是對所有的球迷不敬 我們民意代表 都有紅白鐵在跑 你汽笛拿去工技吹吹看 你拿汽笛拿去工技吹吹看 對不對 那個台北市議員 不對是立法委員 許曉青委員 請就位 人家要上香 嗶嗶 對不對 一百嗶嗶 我告訴你 你絕對是人家認為你是笑 這認為你是笑 這真的不可取 另外 我看到兵器可以藏於民氣 這個民眾之間人群之中 就算警察抓了你 也拿你無可奈何 這是折凳 食神裡面的折凳 列為兵器之首 那許曉青拿黨旗 他的黨旗經過這樣捲捲捲 在男兒當自強裡面 曾子彈有演過 那叫布棍 那叫布棍 那可以取人性命的 拿凶器進立法院可以嗎 所以韓國瑜今天 我聽到他的決議說 以後不准再跟議會無關的物品 進入立法院 就在說許曉青 我跟你講就在說他 各位覺得許曉青永不永 很勇敢 他申請隨後 超勇敢的 他不是生死看淡不服就怎樣 生死看淡隨後來就幹 沒有隨後他不敢幹 我跟李正浩 王毅川 我們都被警政署說 需不需要申請隨後 大家知道我是軍人出身的 我就跟警察局局長講 我說我是保護人民的 怎麼會需要人民的保母來保護我 我說請問遇到這種狀況 會真實申請隨後的案例多不多 他說目前知道只有一件 對 我說真的有人申請 我以為我們五個人情侶有人申請 他說不是你們五個 是第六個 我說不對 這國台辦 國台辦只警告了我們五個人 哪有第六個 第六個不是國台辦 第六個是他自己申請的 家住松山信義 這一波六個人 六個人 包含許曉欣六個人 只有一個人申請警察隨後 就是許曉欣 不是秘歡嗎 不是生死看淡嗎 我看你好像看了一點都不淡 對不對 你看了一點都不淡 你比任何人都怕死 真的很怕 我覺得警察的警力 是用來維護人民安全 我們不要浪費警力 如果我們需要有需求的時候 我明天會跟警察做適當的回報跟通聯 他都跟我加LINE 說有這種狀況你就通知我 我覺得這樣好 但是不需要去浪費警力 他好像明天要去太平島吧 對 隨後要去嗎 西藥山洞隨後能搭嗎 對不對 隨後要去太平島 萬一你到太平島的時候 突然間想不開叫隨後 隨後不在怎麼辦 隨後要不要跟著西藥山洞 要不要跟著到太平島 我覺得真叫做 這叫密歡嗎 這叫密歡嗎 我看你有夠歡 真的叫密歡 另外我再講一件事 許小新這段時間 對國民黨的傷害大不大 我覺得很大 因為在他的選區 松山信義 或者是國民黨那種傳統鐵籃鋼鐵籃區 他的支持度會升高 不會下降 可是在五五波的地方 國民黨這一次 有多少立法委員是險勝 剩1000多票的有沒有 有 最近的民調政黨認同度 就整個大幅下滑 就翻轉了 大家認為會不會影響到其他同志的票 告訴你 許小新不在管 我當選就好管你去的 因為貓貓我們剛在開場之前 我也聽到奇怪 棚裡面怎麼會有類似笛子的聲音 你今天帶道具來是為了什麼 我想說巧新今天早上在吹 所以我剛剛就是順手拿一個 上次去日本玩戴的那個 這是什麼 這是那個 你不知道嗎 這看起來的造型是一個音符 這很無情吧 國歌啦 聽得出來是國歌 聽得出來是國歌 對 我明天應該會戴這個去現場玩 但是我還是就是希望說 來的人不要戴一些棄笛 不要學巧新一樣就是吹笛字 戴棄笛 因為許巧新說不可以跟球迷為敵 他自己講的 他自己講的 我們是先用交換Johnny好嗎 日式的活靈活現 政治人物大玩變裝 講到許巧新的部分 韋航哥有什麼心得 這個許巧新我們來看一下 他今天的裝備 穿了滿多的護具之類的 顯然他自詩女戰神要衝第一線 因為其實就我所知民進黨假動 總之說大家著輕便服裝 才能像郭國文跑得快 靈活跟尼秋一樣 好 國民黨顯然以為是打美式足球 防守組 所以裝備是很齊全 但實際上 根據今天現場的演練 實演 陳玉珍應該是阻射效果最好 他一個人就可以堵住路了 這個比較無法穿越他 其他的像許巧新你會發現 他永遠都有存在感 但永遠都不太重要 所以就要生出第一支 用這個布 這個布是真的比較過火的 因為他好像用來勒那個王美慧 這實在是不行 這個太危險了 如果是真的知道怎麼使用器具武器的人 那是另外一回事 但如果只是去現場作秀 想要演得很炫 害人害己 對自己 對別人都是很大的危險 就像他老師在講 生死看淡不服就幹 那我也說過 生死看淡實際上是智商減半 所以他所做的這些事情 實際上 第一個就只有搶媒體的效果 對於展現他們封阻民進黨的 這個杯葛的動作 沒有實質幫助 再來就是說 他實際上都還是在強調 所有官方都要打在我身上 你們其他人都不重要 相對於國民黨苦看時代 在底下當漏電的那些人來說 看到許巧心 真的 心中就只有小屁孩這三個字 上一屆洪孟凱被當屁孩 你看這一屆成熟多了 已經不會有被偷偷偷去角落打的情形 但是在這一屆 國民黨的屁孩特別多 我想復婚期 一般是要負管理之責 結果復婚期當最大的屁孩 跳到山頂他們 我只能說 這個 那我補充一下畫面 你說山頂 就跳到山頂 成功 他以為他是超級賽亞人 人家是父皇登基 父皇 韓國瑜被踩在腳下 對 希望他們注意腳下是否站得穩 立委不是給你蹦蹦跳的地方 好 重點是 他們的目的有達成嗎 他們要的法案今天 能不能過關 能不能順利出爐 到底立法委員 應該做什麼事情 你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大家應該要想想 好 我們再從其他的配角來開始看齊 讓我先請教時期 其他配角的部分 因為國民黨跟民眾黨 很幾天前兩天就已經在議場門口 在那邊白班 晚上也都在那邊守夜期望 所以我們看今天一早 七點門要開之前 就看到謝龍介跟陳雪生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是鍾嘉賓委員 他刊身今天的窮州 他就被鎖喉的 看這個畫面被鎖喉 然後陳玉珍 你說要經過他比較困難 因為他也是身經百戰 不過他講了一個很嚇的事情 他今天穿了一個 金光閃閃的防水外套 然後還有弄一個頭盔 他在受訪的時候說 我曾經被邱逸營拿計時器打 不是這一次他在分享說過往的經驗 可是邱逸營就說莫名其妙 這是計時器 邱逸營是浩克嗎 那很高 我要怎麼把計時器拿下來 而且那很重吧 而且他指控說 上一次他拿計時器打我 所以他的意思是說 邱逸營跳上去搬下計時器 打人之後 然後再跳上去把他掛回去 厲害 開什麼玩笑 就是扯謊不要這樣子 抄脫現實 那現在看起來 陳鈺貞 他其實戴頭盔 然後做這些裝備 到立法院也不是第一次 顯然他碰到了對手 因為現在競爭者很多 剝板面 剝板面的啦 拿笛子的啦 然後他不只戴笛子 再戴這個氣體喇叭 那邊吹得很開心 好 這就是荒唐的立法院 就是說如果球場可以戴這些 它是一個開放空間 那你去議場戴這個東西 是要搞什麼東西呢 也就是說當國民黨立委 用這樣子的方式 出現在立法院的時候 你就知道他不是要跟你純心問政 他就是純心來討美光燈 他就是純心來作秀 那個水準之低 然後狡辯之粗糙 就會讓人覺得 天啊 你要說謊 你要這個 但是你現在秀出來的照片是 葉原汁的修胎 葉原汁的書胸 現在秀出來的是 葉原汁的書胸 他的細皮嫩肉 好 為什麼要秀他 是因為他今天也很搶戲 他大概也很想要這個 上攀 那我覺得要換多配合 才有搶戲的感覺 先不要 你先不要 不是 你看他的照片是怎麼樣 是 而且他在這個地方的時候 他還一直這樣 然後大家都沒有拍 他因為大家都在拍誰 都在拍他旁邊的黃鍋 黃鍋燒 那他的舌頭都已經要吐到胸膛來了 你知道嗎 他是視角身邊 那不吐他舌頭了 他的確也很希望 可以獲得美光燈的 立願曹查理 然後因為他總是稱讚自己 不是劉德華 板橋吳彥祖 就是吳彥祖 那事實上真實來說 比較像是板橋的 新北的曹查理 然後用他的這個 非常猙獰的演出 大家都覺得 你怎麼那麼像曹查理的時候 他其實是得意的 所以他把這張照片 放在他自己的直播的 影片的封面 等等 可是一個問題是 他顯然他認為說 你看我是有戰功的 我跟大家在推擠的過程裡面 你看 我也是很賣力的 他到底是被誰推擠呢 他今天找錯對手 他找到蔡逸宇 所以你看那個畫面 蔡逸宇是直接擋住他 蔡逸宇還有撒鹽 然後輸掌 相撲選手比賽的時候 不是互推嗎 你就看葉緣之被蔡逸宇這樣 蔡逸宇就擋住他 然後他就完全沒有辦法往前進 可是我要還原一個畫面 他不是很猙獰嗎 那我們看完這兩張之後 我們鏡頭往這邊來 他這裡就有一隻手對不對 是不是勒住了葉緣之 請告訴我 這是什麼人 林佩翔 這是基隆的國民黨 根本就不是什麼戰功 所以你把這張照片 還放你自己影片的封面 這個就 林佩祥應該不爽葉原汁很久 你就不要說謊 假裝自己超有戰力 其實是被你們國民黨的人 自己勒的才會出現 而且出現這個 而且這個影片 真的大家要去找一下 應該製作單位要去找一下 他真的在這個時候 他把舌頭塗得很長 真的塗得很長 而且他是這樣 然後你只要大家拍他你知道嗎 可是因為黃國昌 那時候在旁邊叫囂 他叫得非常大聲 所以大家都在看黃國昌 就沒有人看到葉原汁 對 就是說這些人 其實他們到立法院上班的目的 是為了攫取美光燈 他們不是真心要去上班 而且你自己不上班也就算了 像葉原汁就時不時 在攝影棚上班有沒有 好不容易今天真的到立法院 要去上班了 然後就在那邊在那邊 激情演出演很大 想說你看我也很有表現 那國民黨你自己不想上班 你犯不著也去阻擋別人上班 今天洪森翰要進議場的時候 是被幾個國民黨的大洪森翰來了 趕快圍住他 對 他被盯住了 把他盯住了 他就一直擋他一直擋他 不准他進議場 不是啊 人家要上班 人家要去簽到 不可以 阻擋別人上班 這個說不過去吧 然後剛剛講到 另外一位猙獰的 這個已經醜到 我不要這樣形容 就是說他已經猙獰到 讓人認不出他是誰了 他是黃國昌 也就是說 你為什麼要這樣子咆哮 因為畫面還原 其實他是霸占住簽到本 你簽完到了你就趕快離開 你不要擋住別人 下一個要簽的叫做柯建民 柯建民要簽的時候 拍了你一下之後讓一下 你看到人家你就開始咆哮 我覺得這個也是演藝魂上身 這些東西都很要不得 立法院不是你們的演藝秀場 你們就給我好好的審案 過去黃國昌不是最堅持 一定要委員會中心主義 不是應該要逐條討論 不是應該要逐條審查 現在要審查什麼 法條的內容是什麼 立法院都不發給委員 請問一下這個叫做逐條討論 逐條審查嗎 那你怎麼不出來咆哮一下 你反而去咆哮一個 你擋住人家還要去咆哮別人 你要這個說不過去 所以我覺得立法院這一屆 真的如老科所說的 整齊的低落 你們真的很丟臉 讓人覺得說 你們一天領多少薪水很高 都是我們的納稅錢 五月在繳稅 我們就繳稅給這一群 只要美光燈 完全不論是非的立法委員 你覺得人民可以接受嗎 那小平議員 因為今天原資不課前來 謝謝你又來幫我們 當一個很棒的救援投手 他現在去住亞東醫院嗎 台大比較低 那我問主 我問你 他本來瞧亞東進 你覺得這樣有需要去住院嗎 你覺得這個樣子 有需要去住院嗎 他就是 他的那個 大概是蟲仔釘 阿伯兩個 這有需要嗎 他的胸毛怎麼都掉光了 他沒有啦 他沒有 開玩笑 我覺得他現在 他說他去住院是不是 沒有啦 他在動員中 他在動員 不能跑 離開一場對不對 離開一場 罰你還要躺在地上 所以我算是他的救援投手 對 我要吐舌頭不用吧 不用 OK 收收笑笑 我來就是 我來有打電話給徐曉星 上節目一定要問一下 要認真一點嘛 上你節目 上正妹的節目 我說等一下 各位還會問我說 你剛剛講太快了 正妹的節目 我們還沒有以為過來 我有聽到 然後我說 貴亞一定會問我 你今天為什麼要戴那個旗子 戴汽笛 戴那個小 那笛子還是小笛子 笛子 笛子 笛笛 還有汽笛的那個 他的說法 他有傳給我那個意思規則 他的說法說 這個法律是講正面表列 我轉述徐曉星的說法 他說不能戴著麥克風旗幟棍 棍棒噴漆 然後雞蛋汽油 刀械武器爆裂物等等 他說沒有正面表列 沒有規定 不能戴笛子 你剛剛有講一個旗幟耶 可是他帶旗幟 對啊 你剛剛表列裡面不是有一個旗幟嗎 旗桿 旗桿 就是旗桿不行 旗子沒有特別規定 我這樣講 好 然後他說 然後他說就是沒有規定 沒有這樣的規定 沒有硬性規定 我就帶進來了 我就轉述徐曉星的說法 就是詭辯 就是詭辯 他的說法這樣子 然後你說他拿的旗子怎麼樣 把他套這個王美惠的脖子 有想要做這個動作 他把他捲成布棍 對 他把他捲成布棍 捲成一個棒子 然後去套過 黃飛鴻是他師傅 來 小平哥你看 這就是他把旗子拿在手上 把他拉成一條線 要去套人家的脖子 這個東西 我覺得這個如果在國小 老師看到有小孩子這麼做 那個人一定會被處罰 沒成功是身高太懸殊是吧 可是這是一個危險的動作 都拉一波的手太短 手太短 如果你套到人家的脖子 那是一個非常非常危險的動作 可是他為什麼要去這樣做 就上次我們用那個丟內臟 討論國會改革 豬大腸跟騎士都沒有套成功了對不對 好 再拉回來 那後來這個韓國瑜有制止他對不對 說有限制韓國瑜是制止他 帶那個喇叭跟汽笛 對的喇叭氣笛 然後綠營是一直歡呼嘛 綠營的委員 好像歡聲雷動等等 徐曉星 我覺得不這樣做就不叫徐曉星好不好 對吧 他的個性 而且這次基本比較守法 至少正面表列這些東西 他沒有說禁止 他就帶進來了等等 然後所以你看這個 他這個詭辯法就是 那個豬內臟出現在異常是合理的嗎 當然不合理 不合理嘛 對不對 就沒有正面表列 所以你看接下來發展兩點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個就是韓國瑜 韓國瑜後來這個再看怎麼走 是不是有可能退回到政黨協商 這件事 他不表決就要退 今天會不會表決嘛 目前沒有再看嘛 有可能不表決 退回到政黨協商 所以這個衝鋒憲政組的國民黨的深懶 跟韓國瑜刻意扭轉形象不合酒 然後回到政黨協商 他保持他的高度 韓國瑜在蛻變 所以他的滿意度是不是很高 就這個好感度在網路等等 所以要看國民黨的走向 走向是到底往哪裡走 往韓國瑜走還是往傅國瑜走 這是值得觀察的 我們整個黨團 好 這第一個 第二個就是 這個選舉回到很現實的一面就是 國民黨加民眾黨就是人多 我想講的是什麼你知道嗎 黃國昌八行是被他捆得牢牢的 當然有一些意見 可是他就是要跟傅君旗 水魯交融 對 所以就變成我們有底氣 傅君旗有什麼底氣 我們是54加8 多很多 你們是51 林總長有八行 然後現在今天只有看到黃國昌 咆哮完之後人就不見了 然後其他七行在幹嘛 其他七行就坐在旁邊看戲 其中張齊凱還去偷民進黨的食物吃 這樣子很不應該 就是如果你肚子餓 就自己去買東西吃 反正你們在現場 也沒有要幹嘛 你們在外面 反正也都是聽國民黨的哨音 他們吃芭樂不就好了嗎 對啊 好歹不要偷人家東西吃 我要補出一下 黃國昌在第一案表決成功之後 有去跟傅君旗講說 第一案表決成功 那時候剛好傅君旗站在上面 剛好父王登基 對 聰兒跟父王爆公 已經第一案過關了這樣子 不過我要補充一下 徐曉欣這個部分 就是說你看徐曉欣 這是他今天的裝備 他保護自己之外 剛剛我們講的所有的 在這個袋子裡面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如果你今天是要去討論 國會改革 你帶這個大布袋到底要幹嘛 包含剛剛的氣敵 包含敵子 包含棋子 民進黨的黨旗 你全部都放在這個布袋裡面 你告訴我一個立委 必須要用這樣子的方式 去審你的國會改革嗎 然後再來我要講的就是說 他現在講的是說 你沒有說不能帶 但我要問的是 今天到這個表決裡面去 今天在大會裡面表決的 全部都是國民黨的法案 在徐曉欣在他自己的位子上面 去吹氣敵 被韓國瑜制止的時候 剛好是審到誰的案子 審到李彥秀 審NCC的組織法治草案 剛好要表決的時候 進步二讀要表決 你自己國民黨的提案 你自己國民黨要表決的時候 徐曉欣拿出氣敵 在那邊影響韓國瑜朗讀 這是什麼道理 這沒有什麼道理 因為我沒有要審查 我要作秀 我要讓人家知道 我徐曉欣在這邊 而且假西很多 這樣子的委員 到底是專業的委員 還是作秀的委員 所以剛剛鍾小平 小平哥在講說 國民黨現在面臨到路線之爭 我告訴你 你們的選擇是 如果你們繼續讓徐曉欣 這種只顧自己的委員 只顧自己作秀的委員 成為你們的焦點的時候 國民黨絕對會被拖棄 我今天早上十點的時候 就去參加寶儀待夫的聖誕千秋 你知道所有看到我的人都問我說 你怎麼你們有去立法院資源 你知道嗎 你知道他們就覺得說我也要去 顯見大家對這件事情 是非常關心的 大家不知道今天在打什麼 也不知道在打什麼意思的 但就互相打起來 而國民黨加上民眾黨 是國會過半 打成這樣 然後民眾不知道你們在打什麼 我真的覺得 這也是真的笑虧 陳玉珍也是很荒謬 陳玉珍今天不是講說 他穿成那個樣子 黃金戰衣 然後戴鋼盔 護目鏡 還有密錄器你知道嗎 他密錄器要來幹嘛你知道嗎 給你看 喬布武裝 對他還帶一個GoPro密錄器 對他還有一個GoPro密錄器 他說為什麼要帶那個密錄器 因為之前臨場佐 他不是去伸手到臨場佐的口袋 去搶東西嗎 他說他要帶密錄器保護自己 免得他被黑 但是我要講說 通常都是你黑別人 沒有人在黑你對不對 第二個是 他說他帶鋼盔 所以是怕被邱憶盈 再拿計時器扎到 結果他今天做了什麼事情 他穿這樣子 他去拉黃捷的頭髮 對 他去拉黃捷的頭髮 黃捷就在旁邊 就是主席台在旁邊 你穿成這個樣子 戰士的樣子 去拉別人的頭髮 拉黃捷的頭髮 黃捷完全沒有裝備 你這個是戰士的崩崩骨嗎 所以我要講的是說 不要把議場當秀場 然後都是你們的理由 然後國人全部看不懂 你們國會改革也不足條討論 然後也不讓人家進行發言 全部都是你們在作秀 演的都是你們那一齣 所以我覺得 國民黨如果繼續下去 我覺得人民 會在下一次的選舉 不用下一次 2026年的選舉 我覺得國民黨所有的議員 大家都揣來彈 他們都有那種多重人格在身上 我想補充一下 因為我剛剛講說 有談到巧欣做的那個要點 我有直接上網 Google馬上找出來 這叫做立法院議場安全維護 及管理要點 那重點是第七點 第七點他其實有提到說 他是舉例以外 然後還有等 然後還有講說武器類 所以武器只要可以當作武器的 都不能帶 而且這邊還有提到說 與意識無關之物品 全部都不可以帶進去 那一言必知 就不用在那邊負面表列 對啊 因為他列了一堆 他說可以當武器的 也不可以帶 而且他列一堆 他說等物品 所以就是還不止這些 但是我不知道為什麼 一個立法委員 可以把這個規則 可以這樣子自己顯示成這樣 對啊 那我說 他們其實看起來都有多重人格 我們昨天在聊什麼 我們不是在聊 黃國昌孔摸頭 然後他在演的是一個小乖 今天演一個小壞 在小乖的部分 大家都看到那個畫面 那小壞的部分 我看了前後文是這樣 就是柯總釗 就覺得你怎麼一直在這裡不動 所以他有戳他兩下 對 戳一下 然後他回頭看 你喔 開始拿起來了 沒有他是第二次 第一次確認後面有攝影機 第二次 都在拍 對 第二次才開始咆哮 就很兇 最後就有人笑出來 郭國昌就來救駕 說不然你是在拍哪一條 我這一張比時期那一張好 我這個比較高清 謝謝 剛剛那張太... 他有多大聲 我跟你講 因為黃國昌講話的分貝跟聲量 之前是不是有委員講說 雄雄要炒魚 因為你基本上被他吼到 你可能會短暫的耳末都要破了 你其實可能會短暫聽不到話 所以郭國昌委員 他其實就有做一個動作 就是把他的臉推過去 推過去 不是很快的這樣過去 是這樣推過去 然後大人啊 大人啊 而且重點是 因為他比較高 郭國昌委員稍微矮點 他對著他一直吼 口水還一直噴 然後還噴很多次 人家只是說 你不要對著我把他推過去 他只是移動污染源 而且你知道嗎 如果真的是打 因為黃國昌是有戴眼鏡 如果真的是打你發掌 你的眼鏡都飛走了 但沒有 他就是把你推走 第二個黃國昌說 柯總招插隊對不對 有人插隊插後面的嗎 有人插隊插你後面的嗎 是你擋在那個地方 然後這個柯總招到的時候 就剛好碰到你 碰到你之後 黃國昌突然往後看 第一個時間非常溫和 往後看因為他不知道後面是誰 不知道是敵是友 是不是我的父王奶的 所以他看一下 不是父王 是柯建民 然後就抓起來了 看到這個媒體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覺得這真的是 作秀太明顯了 不要遇到柯建民 然後就變成是你黃國昌的秀長 真的是大可不必 而且有需要喊這麼大聲嗎 你簽完名讓人家簽不行嗎 那你如果覺得他真的有碰到你 你喊一下 你有需要噴人家口水噴這麼多嗎 不用這樣子 我覺得這樣子 國民黨也不一定會給你當 新北市長的候選 可是昨天不是說朱立倫 我們新北 我們新北了 我們新北了 是啦 是表現得還滿好的 可是你沒有想到柯文哲的心情嗎 柯文哲還在五大案裡面 你這樣為國民黨表現得這麼忠誠 真的是柯文哲都要老 我今天看這個狀況 我以為是民眾黨動員的 因為黃國昌比較拚命 黃國昌比較拚命 你被騙了 真的嗎 因為他的拚命是很短暫的 對 所以我就要講他短暫拚命的問題 所以很多人說跟他前一天晚上被摸摸頭 好像有點違和感 我分析完就知道完全合理 昨天晚上我在我們家公園附近跑步的時候 我前面那位跑者就被一隻黃狗在追 那隻黃狗追他之前 他主人正在摸他的頭 摸他的頭 突然間一個人跑過去 那隻黃狗就一直追 那個人在跑步就很不爽 我在跑步你追我幹什麼 他就蹲下去做事要拿石頭 石頭還沒有丟 才拿石頭起來而已 那隻狗就 就開始跑掉 好像被打得很慘的樣子 像不像 今天他一直在對這個 這個柯總召 跟柯總召 你插隊 你插隊 那個郭國文委員到前面去 你口嘴噴到我了 一拍 照理說這應該是一觸即發 黃國昌一定立刻回手 然後幹起來了 他有打嗎 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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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沒有打人 他沒有反手 他沒有反手 就像我昨天在公園陸跑 那隻黃狗正在追前面的跑者 叫得多凶狠 我心想玩這個人會不會被咬 他這個跑者 不慌不忙蹲下去 假裝拿石頭 站起來 還沒有丟 那隻狗衝 就跑了 學好像 不會打 我跟你講 他根本不是一個戰將 可能就是他那個主人 他根本不是戰將 我跟你講 他如果是能打的 他如果是能拚的 郭國昌這一手就是要導火線 他一定回手 他如果打起來對他心北是有利了 一定回手 他就這麼壯又這麼大 男的會投給他 如果打起來的話 我說黃國昌 可是怕受傷 怕破相 你知道嗎 國聰老師的臉要賣150萬的 對不對 怎麼可以破相 一打破相怎麼辦 所以你放心 黃國昌 當把第一個任務結束的時候 我跟你講他看到柯建民總召 他化為口水鐵漢 一直噴 看到我們桃園的外美林委員 立刻化為電池吃汗 電車吃汗 立刻給他壁咚 人家用好工你知道嗎 羞不羞恥 那個太近了 我跟你講我們桃園的 我們這 不管是什麼黨 我們桃園都很熟 我們畫面上切出來了 我覺得真的有點恐怖 我跟你講 那個人女人的距離感 太近 看到這個畫面 應該所有人都會覺得有點害羞 我跟你講不舒服 這是這麼近 來貴雅幫大家說文解釋一下 請注意黃國昌的視線 他在看什麼地方 在看項鍊 他的視線是往斜下角的 沒有啦人家在放空啦 好啦 但是那個距離太近了 我覺得那個距離實在是真的很尷尬 就是說後面有人在推擠 黃國昌身不由己 我們還勉強可以解釋過 後面有人 後面五公尺內都沒有人啊 五公尺內都沒有人啊 他在保護哪一條的 對啊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今天 果然是最佳影帝 因為他可以演動作片 可以演文藝愛情片 我不曉得這個萬美林當事人 作何感想 但是我覺得黃國昌今天演得太誇張 而且你知道他最可惡的是 剛剛我們看的是畫面的全部 黃國昌後來在自己的臉書上面 他故意把前面 他擋住柯建民那一段 把他剪掉 然後只留了他咆哮罵人 開始罵插隊的那個部分 對 插隊那一段 其實前面 因為他立法院那個簽名處 貴眼應該知道 他簽名處旁邊有個樓梯 有一隻 有一個攝影師從樓梯那個角度拍 你就看得非常清楚 柯總昭前面是一個簽道部 黃國昌已經簽完名了 他不走 站著毛坑不拉屎 然後柯總昭要簽到 前面一個人擋在那邊 他就戳了他一下 意思是說 沒有 女娃簽一下 對 然後就開始咆哮 好 他後面還有一個小動作 郭國昌進來擋在柯跟黃中間的時候 其實當時郭國昌還沒有把他的臉撇開 黃國昌先用身體頂了他一下 那個籃下打籃球卡位有沒有 我會打籃球人都知道 卡位就是他用身體頂了他一下 郭國昌才會把他的臉給推開 我是覺得啦就是說 好啦你要選新北市長 那是你的自由 可是你覺得這樣 國民黨就會讓你嗎 不會啦 你誤會朱立倫的話 朱立倫昨天講的話是說 這是我們新北市民 那個民你大概沒聽到 這是我們新北市 你以為朱立倫承諾 要讓你選新北市長嗎 那你去問問郭台銘 當時怎麼被朱立倫給糊嚨了 郭台銘也一直以為朱立倫會讓他選總統 所以他後來也沒讓他選總統 所以我覺得黃國昌你真的不要再演了 而且你今天這個動作 我跟他說 你跟腿吹吹爛 腿吹不胃生 你對一個路線這樣抬高 康乃爾的博士 我覺得台灣康乃爾的校友 你們要出來跟母校寫一下信 說這個人影響校慾盛據 是不是要注銷一下他的畢業資格 你怎麼可以對一個女性這個樣子 你看萬別林嚇到兩隻手都 靠到後面去了 你覺得這樣會很舒服嗎 如果說是你的太太或你的女兒 被一個陌生的男性這樣子 你覺得黃國昌你會怎麼樣 將心比心 沒有必要作秀做到這種程度 這這樣算是欺負你們討論的立委 是啊 好朋友啊 我們跟他很熟啊 這簡直就是在欺負桃園人 太近了 我告訴大家 任何一個女性 被男生用這種動作 都會不舒服 都會不舒服 所以黃國昌 你不要光是找你有力的 我是鐵漢 口水鐵漢 桃園人看得不舒服啦 我告訴你 萬美林在桃園是很有聲勢的 而且呢 表現得也不錯 拜託 不要欺負桃園人 用這種壁東的方式 我們抗議啦 黃國昌他們出來面對啦 就算你加入國民黨 人家也不會接受你 國民黨也有黨紀啦 還有一個人抗議的 韋航哥 這個剛剛講說 萬美林應該要抗議嘛 因為那個行為其實真的 男生女生都不舒服 因為大家都知道 人與人之間的距離 臉幾乎都要貼臉了 十幾公分 二十公分 那這是一個很恐怖的距離 然後再者是 郭國昌說 我真的這個 我把你的臉撇過去對不對 把你的臉撇過去 我就是沒有摸你的頭 沒有摸你的頭說 你好乖 你好乖 我做錯了 因為我做的是這樣把你推過去 我不是這樣 原來摸臉會生氣 摸頭會開心 是這樣 對啊 就是大家會覺得落差太大了 因為黃國昌演的那個形象 就是7382嘛 這個我們身為黃國昌研究協會 這個對於黃國昌的行為 已經討論很多 其實我們時代力量 最近兩天也來開共識營 大家都要討論一個議題 就是黃國昌是以前就這樣 還是離開時代以後 才會變成這樣 那我們討論的結論是 可能以前就是這樣 但是在這邊還有一點 還會顧面子 但是去到一個不顧面子的黨 就什麼都敢做 像今天好死不死 是有對照組的 上面的這一幕 我相信前一天已經引起大家 心中的震撼 在我的粉專上也有人留言 這個叫做狗不叫父之過 就是如果沒有叫 就是他的錯 狗不叫父之過 那當然了 今天真的就逼 沒有 並沒有逼 就是一聲令下 其他的民眾黨委員 從黃國昌府見 都沒有在現場 當然黃國昌的部分 你都說這個不是摸頭 這個是八頭 這個是八頭 三八 人與人正常的互動 但是今天郭國昌委員 被人這麼近的吼 好歹也是學長 我把你的臉撇開 不行嗎 你都已經噴到我了 我不會稍微閉一下嗎 人與人之間應該 好歹有點衛生觀念吧 好 那當然黃國昌 他老是要這樣 我建議 下次大家既然是在簽名處有比 就對著他的嘴巴丟進去看看 看看會不會安靜一下 那這個效果更好嗎 這個單純不撇臉 可能效果沒那麼好 那當然了 郭國昌委員今天也是 真的是奮戰到底 從早充斥到晚 那相對來說 其實黃國昌大家都看 那你之後 自從早上這一幕之後 我就講一個背景的狀況 我們來想像一個狀況 今天如果什麼法案都沒有真正過關 國民黨的攻擊失敗 今天會留下什麼 今天會留下的就是黃國昌的這一個 口水之意 黃國昌以後英文名 可以改名叫Trina Trina 好 那當然 這個黃國昌 他做了這件事情之後 就可以覺得下班了 吃香蕉 回去了 不用再努力了 他的想法很簡單 一天一秀 一天一個畫面 他這邊要說什麼故事 就是你們國民 根本不重要 在立院沒有存在感 即便有個巧心 在現場 拚命的作秀 拚命的表演 都比不過我一開場 所洗臉的這一面 所以黃國昌的居心 富崑奇有沒有聽清楚 有沒有感受到 不要老是在山峰上 震臂一呼 就覺得自己贏了 實際上真的贏的是黃國昌 好 我們再補充一下巧心 畢竟我們今天請四叉貓來 因為巧心有一些行為 應該也是針對你明天的活動 來解釋喊話 比方他送了指甲檢的工具組 修容 然後還跟鄰居朋友說 不好意思 這裡剛剛有人衝著我 所以要來我們這附近 可能會造成一些困擾 或是什麼的 那請大家見諒 立法委員徐巧心對不對 你覺得他這個動作是要 其實我覺得這有點刻意 但是昨天他其實就是 到愛家愛戶 就是在他的街坊鄰居 就塞了這個指甲刀柱 然後我看完他上面貼的這個 我第一個開心的是什麼 你知道嗎 巧心認證我是網紅了 因為他上面寫說網紅四叉貓 你要有自信心 巧心認證的網紅 但是我就覺得說這有點假掰 就是你其實做了那麼多事情 大家也都知道說 這些事情依你而起的 然後你竟然就是說 因為四叉貓要去你家門口辦活動 要打卡拍照 會影響到大家 但是我也是很感激 巧心姐姐幫我安撫一下 附近周遭的民眾 就是感謝 第一個感謝他幫我宣傳活動 第二個就是感謝他幫我安撫民眾 我們明天其實我也有一些規定事項 但是我想先說一下說 他的指甲刀剪 因為他的指甲刀剪 其實從他選舉的時候就要送了 所以這看起來應該就是選舉沒送完的那個 不是在意我覺得是庫存 清一下庫存 所以就是現在又拿出來 這個我也有 你有 你有做嗎 複規錡送我們的 複規錡跟這個98%像 複規錡多一支 然後其他都一樣 複規錡跟關心 在立法院的最新狀況 您現在看到 就是在立法院 在立法院長韓國瑜 他宣布休息之後 現在又開始來進行這個議程 那現在是在進行表決的部分 國民黨團的提案 平支討論第15條 那目前國民黨立委是舉手表決 那其實今天從這個韓國瑜進到議場之後的 每一個表決幾乎都是國民黨來贏 而民進黨是幾乎一面倒的落敗 所以其實在稍早8點多的時候 有發生了一波非常嚴重的衝突 就是在民進黨眼看 每一個提案都被以人數優勢來碾壓之後 他們是一度想要衝上主席台 但是因為這個門已經被破壞了 所以也被椅子重重的擋住 所以這時候就由王定禹跟王世堅他們 兩位是帶頭來衝上去 但是卻也造成了像是沈柏陽 鍾嘉賓 還有莊瑞雄跟邱志偉 四名的立委來送一 現在畫面上看到的就是 稍早這個救護車抵達時 他們被送上單架的畫面 那其實除了這四位的綠營立委被送一之外 國民黨的立委吳宗憲也因為身體不適 所以也是自行的走到外面 那這五位目前都是送到台大醫院 那可以看到其實今天立法院衝突不斷 其實除了這一些送醫的立委 現場也有很多立委都是掛材的 像是王世堅還有像是這個李柏毅 以及稍早蔡逸宇也受傷了 那都是由這個立法院裡面 有一些醫護人員也都有來幫忙他們包紮 那像是蔡魚他就是肚子受傷 然後還有像是王世堅的手也有受傷 李柏毅則是腳也有受傷 現場可以說是衝突不斷 那稍早呢其實這潘夢安也代表賴清德 到台大醫院來慰問這一些立委們 馬上來看一下稍早畫面 主席只有因為創混尊重國會 那只是我代表他來關心我們受傷的同仁 那對於國會的一切呢 表示尊重以外 那也呼籲大家理性監督 共同來共謀國事 那彼此之間要注意安全 我想這是很重要的 好其實待會呢大約九點左右 民進黨中央這邊也是要開記者會 希望說能夠來停止表決 因為其實您現在看到目前根據統計 由四名的民進黨立委 還有一名的國民黨立委 是已經送醫來治療 所以等於說現在來表決的話 對於人數本來就已經居於劣勢的 民進黨可以說是更加的不利 所以呢這個賴清德他也是帶頭呼籲說 是不是今天的議事就是要先散會 不要再表決 不然也是會造成意識不中立的狀況 但是韓國瑜他還是繼續要表決 所以其實稍早呢 民進黨立委也是非常的不滿 有的人是丟水瓶 也有人呢 是也是試圖又要再衝上主席台來抗議 並且是喊著說國民黨殺人喔 因為其實稍早在衝突發生的時候 這沈柏洋為什麼會跌到這個地板上面呢 就是因為呢在一陣推擠當中 疑似就是被國民黨的立委邱正軍給推下去 而造成他頭部重摔在地 一開始呢其實大家都沒有注意到 後來發現說沈柏洋怎麼一直都沒有起來 才驚覺事態不對 那後來呢其實除了沈柏洋 還有像是這個郭國文以及邱志偉 他們也都一度要站上這個議事桌 但是都被國民黨立委給推下去 最後三名立委都被從大概有一公尺高的地方給推下去 畫面可以說是非常非常的驚險 那隨後呢這個莊瑞熊也因為在這個推擠的過程當中 疑似是缺氧身體不適 所以呢他也就自行的就是送醫 那可以看到他送醫的時候呢其實也是帶上呼吸器 可以說看起來可以說是非常的不舒服 那今天的衝突 除了晚上這一波是最大的之外呢 在稍早的時候其實郭國文也為了要搶奪 這個立法院的秘書長周萬來的資料 而跟他爆發了衝突 還差一點被國民黨立委謝龍借給脫褲子 這現場可以說是非常的混亂 那現在畫面中可以看到的就是 在這個韓國瑜要進入到會場 議場內的時候呢 這個國民黨立委跟民進黨立委 是雙方在不停的拉扯 就是為了不要讓他進去 那現在呢可以看到畫面上的就是 在這個韓國瑜還在宣讀議程的時候 您看到現在就是審步 文錄是跟他的香皂上面的文錄是算是一樣的 是埋在裡面 那整個把他抽起來 他自己的 國民黨的立委呢 是一路推推推推推 那是推到了這個議事桌上面 那之後所以才會被這個邱政軍給推下去 才會爆發這個衝突 那隨後這個救護車也趕到 把緊急的把沈柏洋 還有像是邱志偉 以及這個中嘉賓等人 都把他們送醫用 那現在的狀況呢 他們都還在醫院治療當中 稍待會9點左右 民進黨中央這邊也會來開記者會 希望能夠來停止表決 那現在議場裡面喔 就韓國瑜仍是持續的要來宣讀條文 那是在進行議事的部分 現在在議場裡面的狀況 也是稍微的比較平和一點 不過國民黨的立委 依舊是鎮守在主席台上面喔 那持續的要來表決 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條的修正動議 就是企圖要透過這個人數優勢來碾壓 那其實現場民眾黨的立委呢 他們在國會的暴力 商人應該要立即交出兇手 並且停止開會 我們非常痛心非常遺憾 看到現在立法院現在 還在強行的強度觀山 要來表決通過所謂的 國會擴權濫權的法案 然而在這一系列過程中 我們看到不只意識上的暴力 完全沒有審查 沒有委員會的審查 也沒有立法院院會的逐條審查 甚至在這樣的過程中 也出現了國民黨的立委 蓄意商人攻擊 甚至已經導致民進黨多名委員 現在受傷送醫 這樣的一個狀況 不只是意識的暴力 更是肢體上赤裸裸的暴力 所以民進黨中央 我們現在緊急召開記者會 譴責國民黨要求立法院 交出商人的兇手 並且韓國院長應該立刻停止 這樣子違法暴力的一個會議 首先我們請民進黨的政策會執行長王毅川 來為大家報告 立法院正在進行一場我們沒有看過非常荒謬 能學的一場會議 大家開會完結 拆來拆去 正常能量發揮這沒問題 為甚麼有法度 把一個立法委員 從頂端打下去 等下去 過程中 頭打 打過 台中 住在七次的廖偉鄉 我現在就是在說你 廖偉鄉 住在台中七次的豪宅 住在台中七次的豪宅 好命 所以你來做立法委員 你來跟立法委員 大家都在拆來拆去的時候 立法都在頭打 打到要落下的時候 苗栗邱政軍 把人家當老大那個人扔出來 直接把沈伯洋都一樣拆下去 直接把沈伯洋都一樣拆下去 直接把沈伯洋都這樣拆下去 那關頭多關呢 那個關頭超過三公車捏 哪時候會對二樓拆下一樓呢 拆一個又不夠 邱智偉來 你們有什麼一樣 再把它塞下去 謝榮介 邱志偉告你的臉頭情 你再把它推下去 邱志偉也頭上落地 沈柏雅也頭上落地 有需要這樣嗎 有需要這樣嗎 你們這樣不 不到現在三四個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現在是台台平衣 韓國瑜 你繼續發表割 整群人給你口放 連周恩來坐在你的旁邊也給你口放 說這個衛星停一下 韓國瑜你不見就是不見 韓國瑜你繼續給它滷下去 你說的第一句話是啥你的記事嗎 立書的記一天 人家說叫你幾萬 我們白衣幾個 你發委員回來你的黨人你的黨輸回來 你做大家庭的 關心一下等人回來開花 你繼續你沒有了 你不見 繼續滷下去 你說的第一句話是啥 請沈柏洋會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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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柏洋現在是便宜啦 是台大醫院啦 你到底歡迎叫他發言 你是條件的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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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後面你叫我叫中家兵委員發言 中家兵委員也是台大醫院 你知道現在民進黨難不夠 你隨法標關 隨法標關 你在擠什麼 你在擠什麼 這個案子一定今天英文通過嗎 有這麼緊嗎 有這麼擠嗎 是什麼樣的壓力 誰給韓國瑜的指令 讓韓國瑜做出這麼冷血的事情 台灣人撞不住 台灣人撞不住 韓國瑜 你到底得到什麼樣的壓力 今天一定會入獄過 不管你的董事 你做大家典 你做立法院的議長 你的董事一台一台在急診 可能腦筋動 現在在檢查 你繼續標關 繼續越好驚 今天晚上十二點 你一定會越好過 韓國瑜 是誰給你的壓力 今天這個立法院議長 如果是翁金平 我幫你報警不給這些事情 今天立法院議長如果是翁金平 翁金平絕對停止開會 先看一顆 我們的董事生 現在是 台台平衡 現在狀況是怎麼樣 韓國瑜你很能學 韓國瑜你很能學 沒有情 能學 哪有辦法做到這樣 哪有辦法做到這樣 為什麼 台灣人要問 為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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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國民黨 加上黃國昌 民眾黨八個人 今天銀行 一定要入獄過 有這麼急嗎 下禮拜二沒有開會嗎 下禮拜五沒有開會嗎 立法院都要延到七月中了 你為什麼急到今天 即使同事現在在立法院急救 你也要給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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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在標關在標關什麼 沒有人拿到槽案 一毒二毒三毒 二毒至少要毒吧 都不毒 沒有人拿到在毒什麼 都沒有毒 你會給我走 今天晚上台灣人看 你不知道今天銀行通過什麼發令 我們都不知道 每天也不知道 每天也沒有看到版本 台灣人也沒有看到 民進黨也都沒有看到 就是張岸 跟黃國昌叫 胡錦琦 兩個人說好就這樣 加上韓國瑜 三個今天入獄了 你們是得到誰的指令 跟台灣人說清楚 七條 今天去韓國的 到今天營行十二點 你如果要入獄過 台灣人絕對倒不掉 台灣人絕對倒不掉 我幫你提醒 台灣人絕對倒不掉 今天營行 你如果要入獄過 台灣人絕對倒不掉 請想想你的同事 現在還在台大醫院急救中 謝謝益川執行長 現在我們請民進黨發言人代偉三 為大家報告 方才的衝突中 有多位民進黨的立委 宋醫他們最親的狀況 是我們看到現在 今天是國會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我們也看到是 國會史上最荒謬最殘暴 最無法令人想像的一天 我們看到韓國瑜毀憲亂政 硬是要推過這個法案 但到底法案內容是什麼 沒有人知道 因為在委員會就直接 國民黨跟民眾黨 利用人數的多數 直接推進了大會 所以今天完全不知道要表決什麼 所以民進黨的委員 才必須要嚴格的擋下這個法案 但是我們看到韓國瑜 讓這個暴力事件在國會上演 完全沒有要來阻擋 我們看到民進黨的委員 在稍早的時候 有四位委員掛彩 而且狀況都非常的嚴重 我現在要跟大家報告 首先中嘉賓委員 他的肋骨嚴重的挫傷 然後現在在台大醫院裡面 來進行相關的診治 非常的嚴重 我們看到莊瑞雄委員 他在被推擠之後 在胸口非常的疼痛 疑似有心腳痛的狀況 而心跳脈搏高達200下 所以是一個非常緊急的狀況 現在也在台大持續的來接受治療 那我們也看到撲馬委員 我們在這個影片上面 我們都非常清楚的看到 他被推下這個高台 將近是好幾米的高台 直接頭部墜地 那所以現在已經有照這個MRI 但結果還沒有出來 但是疑似有腦震盪的狀況 那持續的在觀察當中 我們還是要強調這個暴力行為 讓人非常的憤怒 那還有一位邱志偉委員 稍早這個MRI的檢查已經出來 他確實有輕微腦震盪的狀況 我們在這邊沉痛的在這裡譴責 國民黨不應該運用多數的暴力 已經有人數的優勢 竟然還使用肢體的暴力 來形成這樣的衝突 我們非常非常的感到痛心 我想這些都是立法院的同事 在討論議事應該要基於理性 基於真的為台灣為國家好來進行討論 而不是使用這樣子非法的肢體暴力 而我們看到韓國瑜非常的冷血 完全沒有進行任何的制止 他也可以請警衛來把雙方拉開 但是我們看到完全是沒有的狀態 我們也看到韓國瑜在四位委員送醫之後 還在這個主席台上呼喊他們的名字 要上台來進行發言 人都在台大醫院了 到底要怎麼發言 這麼荒謬的事情 這不只是冷血 這根本是挑釁 根本是嘲諷這一些已經受傷的同事 我們看到韓國瑜是一個失格的立法院長 到底是什麼樣的原因 讓他非得在今天 讓所有的議程來進行通過 讓所有的議案在黑箱當中度過 難道過去太陽花的事件要再度重演嗎 十年後我們看到韓國瑜掌控了立法院 不斷的想要違法的擴權毀線亂證 讓台灣的立法院 可以讓別的這個可怕的手伸進來 韓國瑜究竟是誰的代理人 他今天必須要跟台灣全台灣的民眾來交代清楚 我們非常的擔心 韓國瑜只是一個傀儡 而他背後的力量就是要影響台灣的民主 我們再再看到今天已經有四位民進黨的委員掛彩 在國會的議事上面 民進黨是少數 現在更加的少數 而韓國瑜就想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可以快速的讓相關法案通過 這簡直是非常非常的荒謬 所以在這裡我們還是要呼籲 這個韓國瑜應該要立即停止相關的議事 那不應該利用這樣的一個暴力的狀態下 利用這個混亂的情況來強行通過相關的法案 我們在這邊嚴正的呼籲韓國瑜 停止他的黑手 謝謝 謝謝韓山 謝謝韓山 我想今天在立法院發生的狀況 讓非常多人感到無比的震驚 除了剛剛講的暴力事件 我們也看到 立法院今天晚上要表決通過所謂的國會濫權的法案 可能未來要置人民於入罪 要讓立法院可以隨意傳喚任何人 這樣影響國家制度這麼重大的事情 我要帶大家繼續來關心立法院內的最新狀況 現在是要進行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第15條之一的討論 那稍早韓國瑜是宣布說要請登記的委員 而且也是點名像是沈柏陽還有中嘉賓等委員要發言 但是他們兩位其實在稍早的時候都已經被送醫了 所以也讓這個綠營的立委非常的不開心 是抗議說都在醫院了要怎麼發言呢 現場又有一波衝突 那現在呢是民進黨團的提議要點名表決 現在民進黨是要求說現場要清點人數 馬上來看一下現場的狀況 其實從今天晚上開始就是一連串不停的馬拉松式表決 但是民進黨礙於這個人數居於劣勢 所以目前的表決可以說是一次都沒有贏過 那稍早的衝突會發生其實也就是因為說 在這個表決一直輸的狀況下 民進黨立委又想要攻佔主席台 所以才會有這個立委是雙雙被推落到地面上 造成送醫的狀況 那目前其實已經有這五一共總計有五名的立委送醫了 總共是四名的民進黨立委還有一名的國民黨立委 現在畫面上看到就是當時這個沈柏洋要衝進這個主席台的時候 是被一群立委這邊是抬進去 那隨後也就跌到地板上 稍待會有最新的狀況我們也會隨時為你掌握 國會調查權行使僅限於跟他問政 行使國會議員直選相關的 可是他們的調查權無限擴充到 連民間機關都要來 民間機構都要叫你來 聽政權也一樣 因為聽政權跟調查權他是綁在一起的 你有聽政權你先有調查權 因為需要調查事情的真相 我才會有聽政權 可是問題是你沒有配套 他們很喜歡舉美國國會的例子 美國國會有聽政權 是因為美國國會沒有質詢制度 我們的立法院是有質詢制度的 所以你看看 我們常常看美國官員什麼布林肯 國安會的這些 白宮國安會的資深官員 他們到國會都是在聽政會 因為他沒有質詢制度 所以他必須利用聽政會形式 把官員針對事情把它問清楚 但是台灣有質詢制度 你有什麼事情你可以再質詢問清楚 那有需要聽政權嗎 所以這些事情 我剛剛只是舉一個小小的例子 那像花東那個 不管是環島高鐵也好 國道六號打通也好 打通中央山脈也好 或是說花東快速道路 任何台灣現在 所有的大型的公共工程 一定要先做可行性評估 再來可行性評估通過之後 再來做細部設計 設計完之後環境影響評估 我跟你講 光這三個程序走完 大概就十年了 你傅崑奇你要求說 十年內要完成 如果完成不了 又藐視國會再關一年 然後傅崑奇更好笑 他說我只是通過法律 我沒有叫你編預算 你也幫幫忙好不好 你都可以當王了 你連這個最基本的道理不懂 你的條例叫做建設特別條例 請問我通過建設特別條例 什麼叫建設 沒有錢怎麼建設 我花一張紙給你嗎 將來交通部長紙上花一條 為何這條花東快去好了 拿去 你通過建設特別條例 立法院通過的法律 就是法律 那你行政機關必須依法行政 你就一定要編預算 那你不編預算 怎麼執行你的建設 所以我覺得傅崑奇 你根本在鬼扯一通 不要在那邊講那些有的沒的 你不要真的以為你當王了 我告訴你們 國民黨立法委員 你們好不容易 跟民眾黨過半數了 現在立法院開議才三個半月 你把押鄉底的寶貝 全部都拿出來了 請問接下來三年多 你們要玩什麼 你真的覺得明年2月1號以後 不會有人發動罷免國民黨立委嗎 你們繼續搞嗎 沒有關係啊 最新的那個486先生民調 很多人都說要 太除的委員是誰 徐曉信跟黃國昌 他們兩個要明列前 黃國昌很抱歉 他不分區無法罷免 那你真的覺得 沒有他也做兩年而已 他很快就下來了 你真的覺得 大家不會發動罷免嗎 那當然這兩天 包括今天大家看忍生 一直在講解散國會 我簡單解釋一下 台灣的總統 我們的憲政體制 總統沒有主動解散國會權 必須發動倒閣 但是以現在的情況 藍白兩黨 絕對不會發動倒閣 我慢慢把你留比較醜 我一次讓你試試看 對不對 必須倒閣成功 院長辭職 然後曾請總統解散國會 如果他不發動倒閣案 或倒閣案無法通過 你根本沒辦法解散國會 我想這個也就讓很多人學到教訓 1月13號投票的結果 現在就變成全民在承受 對 我這個一定要補充一下 就是說 因為現在國會 號稱國會改革 你先看立法院 今天打成那樣亂七八糟 他們有改革嗎 好 那國會改革 其實叫做國會擴權 因為他們要把自己的權力 無限擴大 讓所有的人不敢 進入這個政府裡面去工作 好 藐視國會對不對 抓起來關對不對 關一年對不對 我唸一段話 讓你看看這種國會 誰能夠不藐視他 羅庭偉跟徐曉欣兩個人今天對話 因為他們在討論說 為什麼陳婷妃 腿上會有一個傷 他是怎麼摔倒摔跤的 因為陳婷妃指控是徐曉欣 讓他摔跤的 對 好 那羅庭偉跟徐曉欣的對話 羅庭偉說 你是跟陳婷妃一起跌倒的 徐曉欣說 不是 不是 是我去踹他的腳 讓他跌倒的 羅庭偉說 真的嗎 對 我是為了讓他跌倒 所以我也跌了 但是我不會痛 因為我有呼吸 我按著不讓他起來 哇 這已經是超過立法院 言論免責請的位置 所以你說說看 國民黨立委這種表現 有人可以不藐視嗎 你把整個國會議場 當作一個馬戲團 然後這個小丑化 低水準化 暴力化 還得意洋洋 然後你還要 這個傷害罪 他已經有證詞了 因為你自己是犯罪自白 他是自己犯罪自白的 然後你還要怪別人說 你的藐視國會抓起來關 這種表現 我們五月在納稅 我再強調一次 納稅給這些人 氣死了 所以徐曉鮮這個裝扮 不是為了要保護自己 是要傷害別人 他今天這個裝扮 就是要到立法院裡面 去傷害其他 跟他沒有站在 同一個陣線的 所有的立法委員 但我們不是民主國家嗎 立委不是民意代表嗎 民意代表是用什麼 是用嘴巴 來跟人家論輸贏的 所以徐曉鮮是要傳給人輸贏的 這如將軍所說 他應該去當兵 他應該在戰場上面跟敵人輸贏 他不是在立法院 不過我把這句話說回來 他當兵會陷害的應該是長官 不是敵人 不過我真的覺得這樣知道很可悲 就是說如果你是保護自己 那你就罷了 你今天所有的側副裝扮 其實你是要在議場上面 不是用嘴巴去跟人家辯論 去論真理 去論國家會更好的事情 而是只是我要讓你陳庭飛受傷 我要讓你陳庭飛爬不起來 我要讓你民進黨少一個人 我覺得有必要這樣子嗎 台灣有需要這樣子嗎 我們現在已經到證實了嗎 而且陳庭飛不過要去登記發言 對 他只是要去簽名發言而已 我覺得這真的是太離譜了 小平哥應該也很難幫他 再解釋什麼了吧 反正是國民黨的定調這樣走向 就是鷹派嘛 可是我覺得往後看比較有意思 什麼意思呢 其實你回頭看以前的民進黨做法 比這個嚴重多了 沒有 我覺得民進黨的衝突 是為了法案相關 可是不會故意蓄意傷害 民進黨不會去用這樣子的方式 然後要讓一個人挑戰那個地方 民進黨連大鎖都鎖起來 都是小兒科的說法 我再回來 我只是以後 韓國瑜怎麼定奪 最大的權力就是 我們藍白是大黨 62席 韓國瑜怎麼做 我認為他往中間走 富是會再衝 然後今天變成屬人頭 屬人頭 就是人多就是厲害 可是當人頭少就會打 民進黨下次可能就不會這麼客氣 我跟你講 你等著看吧 今天看起來好像比較溫柔 民進黨是不是 下次那個法案他會不會再打 我覺得還是要個基本的走線規範出來 不然立法院還是會很混亂 我覺得一個規範就是 不能蓄意傷害他人身體 這個很重要 不是 打架 不是 我們中關歷史 打架也是常識 我覺得擦槍走火跟蓄意傷害 這還是有程度上的差別 我把它就是區隔開來 然後我們來看 李正浩這幾天的走路都是這樣 三個驚 很囂張 很囂張 那我覺得 將軍你最近走路也這樣嗎 你也是這樣子走路嗎 我走路一直都是這樣子 我一直都是這樣子 那我們先看個畫面 彭博新聞 他的前面 你看他在上我們那個 九四當主持的時候 國際巨星 這邊 Let's to start his show 他就是用大笑來展開他的秀對不對 那可是 因為中國懲戒這個五個名單當中 將軍有上榜 可是有國民黨的議員 劉采薇他就講 是因為你們講了一些假消息 那幾個歌 有什麼田鼠哥 土房哥 土房哥 那土房哥是你本的對不對 是我 土房哥 那我就接了一個土房相關的訊息 是什麼一回事 好多年前 2020年的12月14號 是 那一天你就講說 你真以為台灣的城鎮 都跟你們一樣是土房子嗎 因為當時解放軍有模擬說 什麼96K團克 對 然後你就說你以為我台灣的房子 都跟你們一樣是土房子嗎 你這個是假訊息嗎 你當時在講什麼 我是看圖說話 我是看圖說故事 他們解放軍 放到所有官網上面的一個 登陸作戰 還有城鎮作戰的圖片 他就是在不到兩層樓的矮房子 還有一些都是 外面用泥土堆成的房子 在做演習 都是一種土房子 對 我就說你難道以為 台北市 桃園市 高雄市 我們的六都 我們這個一線的城市 裡面都是像你們演習那樣的土 他們的行程 是搭太陽公主號 走 可以快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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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急 你去上海看看 你去廣州看看 你去深圳看看 我們都是摸籤大樓 可是你的圖片就是這樣寫的 你在講的是模擬座站的圖片 他就給我列為土房哥 而且我要告訴他講 當時本人還是中國國民黨黨籍 我還是中國國民黨 他哪管你什麼黨 他就黑你而已 可是我覺得這一次 國台辦處分了我母個人 我覺得我從兩個方面分析 第一個我對中國大陸淪陷區的災包 要提出非常多的同情 他們以後再也沒有娛樂了 每天有超過一億人以上 是取笑我們五個人來活下去 真的 真的 他抖音做成我們五個人的片段 他們多用心 我們上了所有節目 他都把它剪下來 變成一個取笑我們的對象 然後廣傳每天超過一億人 你是說在懲戒之後 還是之前就這麼做 懲戒之前 每天有一億人 有很多人生活苦惱啊 賺不到錢啊 被習近平欺負啊 領導欺負他 看到我們的哈哈哈哈 一笑解千仇 現在完了 這一億人 每天一億喔 不是累計是每天一億喔 這一億人的歡笑哪裡來 我們是犧牲我們的色相 博取大陸災包生存的欲望 所以你看現在沒了 看不到啦 因為我們一被拉黑什麼都看不到啦 所以說這一點習近平 要多邊設心理一身 讓你們大陸內部這些災包 憂鬱症的或是情緒躁育的 趕快給他們加強治療 另外一個就是我們國內內部 很多人問我說 你被拉黑成五人之一之後 有沒有影響 有耶 影響是什麼 有有有 我以前喔 我在我的LINE上面 還有我的臉書上面 好多人拉這個攀官戴希 我也姓瑜耶 我們五百年前是一家耶 我們以前是老鄉耶 回中國看看 你看中國習不錯的 後來國台辦一宣布 要制裁于北城及其家人 這些跟我稱家人的全部退群 我跑退了快跑 真的喔 群組就退了 二十幾個群組 突然間我一看那個LINE上 怎麼沒有成員 沒有成員 跑光了 都跑光了 因為他們都跟我親到說 我們是家人 我們都姓瑜是一家人 以後到中國來走一走 一聽到國台辦要處分 我及其家人了 這些人趕快退群 鳥獸散跑 我昨天不是在節目加碼 我說還有 以前在軍校跟我穿一條褲子的同學 如果你要去中國趕快切割 我還有在說笑話 你知道嗎 我們同學 陶責 長官 還有部署裡面 在中國吃飯的還真不少 昨天光是臉書 與我離開切割超過兩百人 對 可是我告訴你 又加進來三百人 對 又加進來三百人 有很多同學當時被 還黑說你看宇北城 是背骨 背叛國民黨的人 這些人都回來了 他說我終於發現 你背叛 你嗆的是共產黨 你沒有背叛中華民國 你沒有背叛台灣 所以說習近平這個一體兩面 對中國內部完蛋 對台灣內部那些親共的 那些潛共的賺紅錢的 全部遠離我 還有一件讓我覺得非常痛心的事 大家認為我們這五個人 被共產黨被中國這樣欺負 應該是同仇敵愕 大家口徑一致嗎 錯了 有人出來罵我 有人說完蛋了 宇北城市的五個人最慘的 因為宇北城市議員 他們議會常常會到大陸去考察 宇北城這輩子沒這個機會了 這還是個媒體人 你沒機會就沒機會 你根本不稀罕啊 只要在桃園市議會 知道我宇北城的人都知道 我所有中國 香港 澳門 甚至是一帶一路相關的國家 我都不去 我都不去 不自由的土地我不屑去 這是第一個 這個媒體人你不認識我 不要亂講 不要裝熟 裝熟是親友你需要被抓 我跟你講 對 不要亂裝 另外一個是我曾經的長官 兩顆星退伍 他說什麼 我早就勸過宇北城了 去唸個碩士 增加一些知識含量 就這樣不會被人家笑 對 你是博士 你是博士你真的很厲害 可是我告訴你 你在服役期間 你出國念兩年碩士 四年博士 這六年的戰備 是誰幫你扛的 是我們這一群人 你爽爽的到國外去念書了 拿美金 拿國家的資源 念了博士碩士回來 我們在幫你扛戰備 然後回來笑說我沒有念書 我告訴你 念書不重要 會做人做事才重要 這種念到博士碩士 完全不知道愛國家 愛土地 這個人不要說做人做事 我告訴你 你的博士跟博土一樣 好 那今天我們還要來聊 518是貓貓的主場 但519是民眾黨的主場 那民眾黨 柯文哲現在在什麼 麻煩了 你看小平議員去提告 那個魚果市場 然後這邊的調查小組 也是如火如荼對不對 結果他去摸519說 他們有幾個什麼 憲政改革 司法改革 國會改革 媒體改革 然後柯文哲去民進黨黨部前面 拿一個芭樂 我們來看照片 拿手拿芭樂 在那邊說我們當天 就是要號召小草上街頭 拒絕芭樂票 說開了很多小英政府開的支票 說沒兌現 然後就叫芭樂票 那我請教韋航哥 柯文哲現在 所有的美光燈焦點 都被黃國昌搶走之後 拿一個芭樂 要自立救濟 你怎麼看 好 柯文哲 我相信非常多電視機前的朋友 都不知道 他有這樣的宣傳圖 大家都不知道 519到底是辦來做什麼的 辦芭樂 原來是行銷 我們社頭芭樂 就是在圖書館 發表對巧心不利言論的芭樂 因為早上5點之後芭樂會擠床 好 當然他做這個秀 黃國昌也做這個秀 而且黃國昌真的蠻會顧左右而言 他的臉書原則上都是 談519的這場大秀 那當然他們519的問題也很明顯 這個叫我們就直接稱他叫 政治的思覺失調 政治的精神分裂症 什麼意思呢 519他表面上訴求 民進黨都拔蠟票了 沒有通過 所以我們要打倒新黨國 好 但重點是 大家都很清楚 實際上519要打倒的是誰呢 不是拔蠟是他 519要打倒的是他 原來他是拔蠟 這個就是司馬昌之心 那個拔蠟是不是他種那個農地農用心 那個大大的不要拔蠟 他沒有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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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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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很關心那邊的拔蠟 下次就會有人去直播了 我跟你講 好 那當然了 柯文哲現在真的是起舞難下 為什麼 第一 騎在哪裡 黃國昌硬把柯文哲扛起來 他就是堅持要在柯文哲的胯下 把他扛上台 你519一定要出來面對 面對誰 小草 還有小蔥 黃國昌大量感知他的國蔥一號娃娃 就是要發給現場的 他今天在立法院口水一噴之後 網路全組又開始 網軍又全部出來了 民進黨倒行逆施 519萬頭鑽動 所有小蔥站出來 一定人山人海 我們剛才已經看到 相關的數據的trigger都跳起來了 表示說開始宣傳了 因為他們知道 今天頭到最後面 跟他們無關了 他們後面就是要去衝519 可能519衝下去 我們問一個關鍵的問題 請問他的那些案子 底下的人能夠幫他解決嗎 不可能 沒有人辦活動 今天主題叫挺貪腐 不可能 這也不是說底下的喊無罪 就無罪 不是 所以柯文哲再怎麼樣 當天被拖到媒體前面 當天被迫要講的話 不管講什麼 都只是放大版的困窘 什麼叫放大版 他現在可以躲在自家 不敢開直播 全部都剪好的影片 對 他就直接這樣鋪出來 我就講我想想 他在立院 不是說禮拜二 禮拜五都會早早去上班嗎 現在只要被記者讀訪 一律落荒而逃 都叫大家去看會議紀錄 大家去看媒體記錄 拍到都是 可不可以揮記錄 五一九強制上台 我看你怎麼躲 所以接下來柯文哲要面對 不是他自己的 這個內部的力量而已 還有外面各大案的持續的追擊 這些在下午 因為台北市議會要進入總質詢 他們都講話很特別爽 因為大家都問柯文哲的 所以下一週一樣繼續會有 所謂臨時的戰役出現 柯文哲的五一九 這一關人再多越過不去 來時期來補充 他拿一顆芭樂到底要幹嘛 因為看起來應該是蔥的主場 因為蔥寶寶 都已經唱了動員歌 所以到時候一邊拿蔥 一邊拿芭樂 對 這個很奇怪 這樣蔥會比較酥 因為芭樂K到會痛 因為這種群眾場 其實應該要主軸單一化 主題輕組化 然後所以如果你拿一手芭樂 一手蔥 柯文哲還是有招 拿那個K到了芭樂 真的手軟單去就有聲量了 這個就是沒有辦法一致化 就是這個會自我削弱 這個活動的能量 好 那現在我覺得 對柯文哲來說 他真的滿焦慮的 因為聲量是他的生命 當他沒有流量 沒有聲量的時候 當初他是奪 他那個真的很慘 差很多 他從台智光 北視科什麼 每況愈下 一則影片剪出來的流量 他的各種網路平台的訂閱數 哇 稱霸 簡直就跟蔡英文總統 差不多檔次的 可是你看他最近剪的這幾支片子 那個瀏覽次數 其實是慘得可憐 你跟黃國昌開直播的 那個線上人數相比 其實是遜色的 在這種狀況底下 我覺得對於柯文哲來說 他一定焦慮 所以黃國昌懶了一大堆的 這些流量 聲量 然後現在投靠傅崑奇 下一步很多人預測 應該就會加入國民黨 為什麼 因為你柯文哲沒了聲量 沒了流量 那就證實了 那個已經沒用了 靠著你柯文哲 那個已經沒用了 你就沒料啊 我自己這麼大的流量 國民黨這麼多的新北選票 接下來要跑路的 應該就會是你的黃國昌 那貓貓別苗頭 你也會去觀察519嗎 我看到你的行程程程度 都已經亮出來 對 而且我今天早上 還去做這件衣服 這是今天早上做的 比他還早 519你會去嗎 519我會去 帶減速培去 因為他們就是會穿 那天會穿7點30分的阿伯T 然後我想說 那我要比7點30更早出門 更早一點 所以我是7點16分出門 奇怪 716幹嘛 所以我準備這套衣服 剛做好 我那天也會去 但是我至於人數的話 我沒有很看好 因為上次716產案 大家也知道說 他們籌劃了半年 這半年來就是一直改主題 從一開始反黑金 反黑金 後來就是居住正義 後來黃國昌爆料出來之後 他改成公平正義 結果這次又來一次 又是幾乎一兩天 就改一次主題 你看從詐騙案 然後改成社會住宅 又回到居住正義 而且又是電力缺電 也可以變一個主題 結果現在最新的是什麼 網軍 他說有一個自稱 自稱是網軍的何志偉 當覆密 我想說如果要把網軍 這種也可以當作主題的話 民眾黨被我抓到那麼多網軍 就是說他們直接是入主進去了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說你要把網軍 這種事情拿出來講的話 你們民眾黨真的沒資格 給他拿來當作主題好不好 所以我真的沒有很開好 但是我那天去 但是我跟你講 小草們也不用就是很自豪說 我們辦活動人數比518還多 比我多是正常 因為你們台中在繞人 已經是繞人說 他還要幫忙貼油錢要過來 如果你們繞人還比我少的話 我真的會嘲笑你們 你們比我多是應該的好不好 好 那小屏議員 擔心出現一件事你知道 你們我就是你們推演的話 現在充分比小草多 好 那現場 如果黃國昌一不做二不休 現場就喊說 有個人喊一句就焦點 叫做如果起訴就辭主席 那下場怎麼收拾 這不得了 我預測連連情況是這樣 因為那個聲勢一定差很多 而且小草在想什麼你知道嗎 小草現在因為你沒有流量 就是我不支持你的 還有現在柯文哲可能是民眾黨的包袱 柯文哲今天民眾黨沒有柯文哲票比較多 還是有柯文哲票比較多 全部交給黃文昌說 因為還有一番新的景象在看 要不要跟國民黨合和 你要怎麼樣弄 所以這個我覺得群眾運動 你傻傻的你被架去太上皇 架去那個519 全部都黃文昌在搞了活動 黃文昌如果設計你 躲都躲不掉我跟你講 很麻煩我跟你講 今天的百萬敞篷跑車拉風的開在路上 駕駛一路往信義區 今天因為國會的亂象 台灣的觀眾朋友一定會覺得說 不然現在都民國幾年了 是我們怎麼在發言 還沒進步 還在那裡完結燒打 今天國會的衝突身為選民 你我 大家都有決定 藍白聯手他們其實這一些法案 連討論都不討論 你法案不討論你怎麼知道 中間有沒有缺失 是不是到時候要執行 會遇到什麼困難 更何況它是國會擴權法案 我說你藐視國會 你就藐視國會 我叫你來問你就要來問 你的意見我聽到感覺不懂 我就說你藐視國會 抓去關就抓去關 這樣的立法院還有王法嗎 還有傅崑奇提的 花東建設條例 大家簡稱叫做前坑法案 它其實也是拒絕溝通 你好好的溝通 又要有一些環評等等這些程序 可以跳過嗎 可以跳過人過嗎 我來舉一個例子 環島高速鐵路建設條例為例 吳貞就去算了 他說全文有968個字 保守去算造價算一兆就好了 等於一個字多少錢 十億三千萬 你會有這些人 結社在在黑白幕嗎 倒楣受傷的都會是台灣 下個禮拜就是520 新任總統賴清德 他要宣誓就職 當天我們會繼續來討論 下個禮拜同一時間 鎖定新團加油 我們再會